我是潘毅如,大家好 那其實很多人會問我說 他們先做了一個夢想 或者是他們想做一件什麼樣的事情 可是可能別人不希望他那樣做 或者是這個社會給這些事情評價不高 或者是他的父母不期待他做這些事情 那怎麼辦 那我想請你們就是先 先把那些旁邊的聲音都撇掉 先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時候 然後安靜摸摸自己 如果你不做那件事情 你會不會後悔 如果你的答案是會 我一定會後悔的話 那我請你拜託你 我求你一定一定要去做 一定要去試試看 因為就算你失敗了 那至少你已經試過了 你沒有後悔 那如果你成功了 即使是這麼一點點 你一定也會非常非常的開心 而且那個快樂 會是前所未有的快樂 所以呢 如果你有任何念頭 在你的腦中 蹦出了很多次 只要超過三次 那表示你真的想做 那麼你就勇敢的去做吧 我覺得挫折或憂鬱 它在當下 當然一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因為你感到自我價值很低 或者是你覺得很悶 或者你覺得你很不順 或很衰 或者是你覺得你自己很不成功 但是 我也絕對相信 挫折它也是一個化妝的祝福 它只是包裝紙長得很醜 但是它一定是要教你一些什麼 所以你要先好好的跟它對話一下 到底這件事情 它要讓你知道什麼 它要教會你什麼 是你要去面對你自己的缺點 你自己的問題 你自己的不足 還是說 你要去重新尋找你的方向 或者是 還有一個部分是 你要趁那個時候 鍛鍊你的心靈的肌肉 因為我想沒有一個人是沒有挫折的 我覺得每一個人一定都有 你自己要面對著情感的 工作的生活的挫折 那麼 跟這些事情對話吧 然後讓這件事情成為你一個老師 你在這件事情上 學到東西 然後前進下一步 這個挫折就會變成你的地方 就會變成一份內部 然後放到你的心中